镜头转回国内带来的是高尔夫的消息 台湾高球女将最近在国际比赛中是屡创佳击 其中要看到小将刘一珍 转入职业才快两年的时间 她已经大方异彩 对那刘一珍上个星期呢 她是在大陆的青岛夺下了今年 她在中旬赛的第二座冠军 而本周她回到台湾来参赛 也谈到了最近两个多月 她拿到两座冠军的心情 投入职业将近两年 台湾女子高球好手刘一珍 上周末在青岛银行金山挑战赛 经过延长加赛舞动 惊险夺下冠军 本周她回到台湾参加剑大轮胎女子高球赛 畅谈夺冠的心情 最近的这一次在青岛 那就是打了舞动的play off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也对于就是以后比赛会 就是有正常心理素质的那个差别这样子 这是刘一珍今年参加大陆的中旬赛 两个多月来的第二座冠军 她归功于教练曾孝凤 让她不再患得患失 我本来想说应该要很积极的 就是想要胜负 想要赢 那但没想到说 就是把心情放松之后 成绩发展更好 职业生涯目前累计获得三座冠军 有两座在大陆夺下 刘一珍认为中旬赛的草皮 或许是一个关键 其实我今年在大陆的表现都还不错 那主要在于可能是球场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可能因为草总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陆的球场 我打起来算是比较舒服 特别在推竿的时候 对那个速度蛮适合我的 虽然今年成绩丰硕 刘一珍回到台湾 面对本周的健大高球赛 只想一竿一竿好好打 平常心面对 UDN TV 甘邦杰 简志强 桃园报导